不是如婉婉,我的父亲是光露四少青露世龙,在我十六岁那年,我和纳兰淳雪一同入宫参加选秀,虽然没有得到皇上的青睐,但好歹被留在了宫中,我没有显赫的家世,没有倾城的容颜,更没有过人的才智,可只能整天跟在小雪的屁股后面。 因为我的父亲是小雪阿玛的陈属,所以一进宫我便只能追随着她,但我没有小雪那样的野心,她一直梦想着成为皇上的宠妃,每天拉着我一起去拜见皇后与贵妃,希望借着机会攀附上高知。 记得那一次,我们一起去看望皇后,结果却被冥玉去之门外,小雪转而又去讨好高贵妃,虽然高贵妃答应了小雪的投靠,可是我知道,以高贵妃家族的地位,我们只不过是她手中的棋子罢了,可小雪却完全不在乎这些。 从那天之后,小雪变成了高贵妃的马前族,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小雪想象的那样,她一次次地败在阴墨的手下,后来阴落成了皇上的妃子,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,短短几个月的时间,她就从一个贵人升到了令萍,既能哄得皇上团团转,也能将太后哄得特别开心。 可在这尔虞我诈的后宫,悲剧似乎每天都会上演,我见证了皇上的恩宠如何转瞬即逝,也见证了嫔妃们之间的恩怨情仇,而阴落就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,虽然已受到过皇上的冷落,但每一次她都能化险为夷,可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她和皇上彻底地决裂了。 然而小雪却一直记恨着殷落,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,小雪当众羞辱了茗玉,甚至还刮破了茗玉的脸颊,尽管我极力地阻止小雪,可人为言轻的我,却起不到丝毫的作用。 我只能安慰茗玉,让她不要记恨小雪,可我心中明白,这只不过是我在安慰自己,以鹰落牙字必报的性格。 小雪早晚会遭到鹰落的报复,果然在这不久后,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小雪因为诅咒鹰落被当众长官。 从那之后,小雪再也没有找过鹰落的麻烦,然而后宫的平静总是短暂的。 当太后病到,皇上与太后之间产生误会,整个后宫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。 我知道,这是我的一个机会,一个向太后表达忠心,向皇上展示我智慧的机会。 于是我避开众人耳目,悄悄地来到严习宫,将一机药方交给了鹰落。 庆贵人为何要这样做? 令妃娘娘,平静的父亲是纳兰大人的臣属,平静也只能追随淑贫。 但是非对错,平静心里有感冲,太后哪怕有千万个不对,始终对皇上有养育之恩。 等皇上将来醒过神来,一定会后悔。 如今平静向太后献方,总算结个善缘。 若将来,平静还能留条后路。 虽然他对我的做法很诧异,但是只有我自己明白,我也想像他一样去争宠。 可家族的牵绊,让我在这后宫只能随波逐流。 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懂得是非取之。 很能做的,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比予微末的帮助。 我提醒英洛,继合不会放过他,也绝不会放过太后。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英洛竟要帮助我上位。 是啊,我想要保护家人,就必须要拥有力量。 依附于强者,终究不如自己成为强者。 在这深宫之中,或许我也该为自己,为家人,拼一拼了。 在英末的帮助下,我将一本私访记献给了皇上,消除了皇上与太后之间的隔阂。 从那之后,我便得到了皇上的宠爱。 可我最大的遗憾,就是西夏无子。 后来英末生下了皇室无子永远。 他担心自己身体不济,便将永远托付于我抚养。 我知道,这不仅是英末对我的信任,更是对我多年来坚持本心,默默付出的肯定。 我将永远视如己出,尽心尽力地抚养他长大成人。 或许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,那就是没有与英洛成为敌人吧。